好 刚刚我们看到不只是民间团体要买疫苗 还有就是中央买疫苗之外 现在地方政府这里也开出了采购的第一枪 那就是云林县 张立善宣布了 县政府已经跟生技公司签了一项书 准备要向国外买100万剂的疫苗 他再次强调 只要生技公司找到了国外愿意卖疫苗的厂商 那就可以向食药署这里来提出申请 但是中央之前就才说了 采购疫苗是要以中央跟国外厂商签约为主 这地方自己买疫苗 会不会被否决呢 张立善现在说了 他已经发文给中央 目前正在等待回应 这次呢 云林县店要买100万剂的疫苗 云林县长张立善宣布 已经和生技公司签下合作异项书 准备找国外的厂商买疫苗 合作异项书以后呢 他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授权去 跟所有国外的代理商来商谈合作 台湾疫情严峻急需疫苗 但目前国内的疫苗只够给第一线 人员是呢 张立善说 以云林县成年人口数来说 出估需要购买100万剂的疫苗 经费约要两亿元 公司所提供的这一家VD公司呢 他是原厂授权美国去海外的代理商 那现在他所代理的就是 中生中生 我们还没有支付任何的定金 因为支付定金必须要 我们确定合作厂商以后 他拿到卫福部的 整个紧急进口的授权证 也就EUA 才能够来给予 跟我们国外厂商达成合作 虽然县政府已经规划好 整个自己采购疫苗的流程 而且台东县还有意加入计划 一起团购疫苗 但日前中央才宣布 采购疫苗要由中央政府 和原厂签约采购 这个自购疫苗计划 会不会被否决 张立善说28号已经和中央提出了申请 目前还正在等待回应 我是新闻 吴连红灵辉 吴建宏与您报道